第一次发现 好了!谈美珠 美珠不只是科学问题 就是说 我希望一个 一个要脸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如果一群人 可以把所有的议题 背离的科学 那 背离的健康 背离的产业 完全用一种的斗争的态度 就是 卓飞金氏 那 my way or no way 造我的 如果不是造我的都不行 我什么都可以 那我的对手什么都不可以我搞到你死为止 今年现在是2020年8月 2012年的9月 台湾当时的马英九的政府 还经过立法院的表决通过六十几票对四十几票当时的民进党四十几席 假机动员 有条件立法院六十几票 当时的马英九政府在立法院临时会的时候都还 经过立法院 蔡英文现在是告诉你说不用 猪肉对台湾何等重大 但是蔡英文说不用 什么东西呀 一个总统总统你赢了拿了八百一十七万票就可以不要脸到这样的地步吗 第一个 把把自己 过去讲讲讲过的话都都当作鬼话一样 就 就是装没有讲过 走在布条后面的 民进党叫得出字号的 没有一个漏掉 今天的五院院长有哪一个不曾在当时信誓旦旦的 摇旗呐喊 你敢开放的来来个多巴胺的美珠 甚至于美牛 你就给我滚我跟你拼了 那样的一种的 气势 之下 马英九正在政府 闹 马英九政府就没有蔡英文那种气魄 马英九还经过立法院 立法院表决通过了之后 2012年的9月 现在8月底了吗 2012年的9月 有条件的开放 还有来客多巴胺的美牛 主要是肉了 肌肉的部分进口 内脏不许可 我要很诚实的讲 我个人 在2012年 我就写过不知道多少的文章 我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准备 那是跑不掉的 不是因为在当时执政的是国民党 是是是马英九 我在当时谁执政都一样 今天蔡英文政府执政我的态度也一样 美猪你挡不住的 以台湾的格局 以台湾政治人物 的那种的心眼 你挡不住美猪的 还有来客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一定进来 大量的进来 那我今天也还是一样 毕竟 国国际食品法典 那 Codex 对不对 国际食品法典 在 2012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 也就在 2012年要开放 要部分有条件开放 还有来客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 之前的两个月 应该是2012年的6月份 那 表决通通通过 所以表决的是 六十 六十九比六十七把差两票 那确定 要建立一个 国际规范的来客多巴胺的容许值 你今天看到的 各个牛猪部位 并不是所有的 像是像是火 火鸡啊等等这些 并没有在你 是真的牛猪 那通过了 通过了他的容许值 可是你要知道通过归通过不是全世界都都接受 到现在为止 欧盟 欧洲的国家 欧盟的国家完全不认可 来客多巴胺 他认为来客多巴胺本身 虽然 科学上面 在 呃 容许值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是水溶性的 在容许值的范围之内 不管是你的摄取量 你的摄取量只要不over 你的容许值只要不over 那 在一定的 一定的情况下面 对人的 人的人的身体 没有短期的伤害 可是会不会有长期的伤害 以及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含有来客多巴胺 以及 这个来客多巴胺 到底你吃的这块肉里面有没有过量 你不知道的 欧盟是完全不接受的 地球上面今天100多多个国家都不接受 我接受的大概二十几个 跟美国越亲近的 就越要吃 含有来客多巴胺的 肉 好了今天 蔡英文反正就开放了 是吧 这个是 跟成 陈水扁当年 也差不多是陈水扁的第二任期的这个时间的那个讲话的腔调口吻就一模一样 我就以了这件事情呢 我行政部门做决定我蔡英文说了算不用经过立法院 请问你那2012年呢 2012年的民进党是怎么讲 我今天在说的是是说我在2012年乃至于2018年2019年甚至于蔡英文的派他的口译歌去美国的时候 我在当时我也写文章说这是为美猪开放做准备 那个是准备 不要说卖卖台这好这好说但是总而言之 那 挡不住 你也可以说在此刻的开放美猪 选举之前 全世界稍微像样的国国家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三个月基本上都都盖牌就是你美国政府不要跟我谈什么重大的事情 因为 你们要选举了 我哪里知道选完了之后的美国政治是什么样子 我哪里知道下一任的总统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 绝大部分像样的国家在这个时候都跟美美国讲说不要跟我谈重要的事 你们先忙忙选举 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 忙完再说 不过就剩下六十四五天而已 你们选完我们再来讨论不急 美国猪肉 远的不说从2012年起算拖到现在也八年了差这六十几天吗 为什么急在这六六十几天前的时候 用这种 完全无视于管管长人家要他的命的对他的头部开开枪他已经连续挨三天了 选举的时候去趁管长人家现在受了受了伤 躺在医院里面 人家上午受伤你下午就就开放租 你把馆长当什么租都不如吗 好那没关系这是管管长事我只是说 蔡英文连立法院都不理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真的 在立法院充了半天打了半半天 我真是看不起你们 你们真是一群废物 而且呢跟根本 自己讲过讲过什么 你可以道歉吗 你得起码你先道歉 你不要不要不要装模作样 不要去呼隆老百姓呼隆那些的猪猪农 说标准不一样鬼扯一通标标准什么不一样 Codex就只有表决过那一次而已 就只有那个标准的标准都没有变 没有错啊 昨天是谁讲的 标准没有变 莱克多巴没有没有变 猪没有变 变的是蔡英文 连猪都没有变 蔡英文变 好了 蔡英文总统现在反正 OK我就就开放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就是 我如果是 DONALD TRUMP 我如果又赢了这场的 选 选 选举 我要是 我要是不跟台湾 不跟民进党政府建建交 如果呢 如果不承认台台都 真的太对不起你蔡英文了 你把台湾出卖到这个样子 你已经出卖你的良知 你把你过去讲过的所有的鬼话 都真的是 当什么东西放了一样 你蔡英文民进党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 民进党今天每一个人都给站出来讲说我当年是反对美租今天我还是反对 今天 学公卫学学医的赖赖清德呢 民进党里面学医的人这么多 当初你们是怎么讲的 蔡英文当初当党主席的时候是这是怎么讲赖清德是怎么讲 苏贞昌是怎么讲 游席坤是怎么讲 游席坤现在是立法院的院长 游席坤可以可以出来讲这件事情立法院该不该表示没有错了表示一件之后我告诉你民进党的所有的 照样昧着良的良心通通过 2012年的时候马英九镇政府 在当时部分的开放 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租部位进来美美牛部位进来 因为 那个时候发现说搞了半天 2007年苏贞昌当行政院的院长的时候就已经偷偷的 放美牛进来 大家已经吃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已经已经吃了四年多 之后 大家都没有发现 原来 2007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苏贞昌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这也是苏贞昌的 这算卖卖台不是 卖 卖牛 卖美牛 的历史攻击之一 好吧 那 游 游秦坤 那时候不不是也 绑着布条 为美牛 打过多少次啊 今天呢 都不用打 不打是因为呢 国民党没出息 但我也我也我也不说呢 就要就要打 打有时候只是这种姿态打了半天也没有用 这件事情 国民党放一边算 但是你民进党 自己长时间以来 口口声声 我也当作你思思念念 以国民健康为念 国民健康国民健康 绝对不会为了国民健康 绝对不会为了国家安全 而出卖国民健康 这是多么动人的口号 今天呢 今天这样子就算了吗 我我也我也知道啊 今天台湾的世道人心 我觉得台湾今天对于对对公共公共公共事务的讨论的标准是很荒凉 是 当然的大家是种很虚无的 随便 就算 随便 可是这件事 事情 是一整个政党 尤其是今天台面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完全不设防的 没有给你任何的讨论 没有任何的 事前的彩排的空间 没有前夕 直接就给你上 蔡英文是不是 是这样子 这样子 是带路吗 什么叫做阿把 什么叫做沟通沟通在沟通的沟通的鬼 今天的今天的蔡英文你可以再把你的那两句口号再念一遍 我认识你30年了 我万万也没有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你可以昧着良心干这种事情 我不是说不可以开放 我讲的是说你对开放这件事情的态度 不可以骂骂总统吗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 我只是 检验你说话的一致性而已 我看到 更不要脸的媒体 今天不管你三明治哪一家 回头去看看 你们过去如何谈美牛 如何谈美猪 再看看今天 你们每一个媒体 都像是被淹了的牛淹了的猪一样 你们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蔡英文指东你就往东 蔡英文指西你就往西 蔡英文说把把把把这盘猪肉吃了你就乖乖叫大家吃下去 开始的做的做各种的化妆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等等如何如何 那当年是怎么说的 台湾今天变得更不安全 是谁 没有错蔡英文都在担心擦枪走火 讲风凉话干嘛 讲这种风凉话干嘛 你不想擦枪走火他就可以不擦枪走火 两岸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会不会打 关键在台湾 怎么打关键在美国 打到后来怎么样 关键在大陆 不就这三句话吗 不要去恐吓老百姓 更不要呢 先恐吓老百姓 之后消费老百姓 担心擦枪走走火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把都把都把猪肉吃了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多月的时候开放美美国美国猪肉 长区植物的进口台湾 那个是对于对于对于川普 何等的 何等的 何等的压宝 好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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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一下我确我确定这家的猪肉生产商的名字 OK 它叫做这个 Smithfield Smithfield Foods Smithfield Foods 它是一个 这家公司呢 is an American pork producer and food processing company based in Smithfield Virgi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就说这家叫做 Smithfield 史密斯菲尔德 你可以这样翻译我看到 大概就这样翻译吧 这家叫做史密斯菲尔德的 他是 他是美国 也是全球 最大的猪肉的生产商 他在Virginia 他一年估计呢可以生生产最少1500万头以上的猪 美国人猪肉吃不多了混在汉堡肉里面有一点点 跟台湾人不一样 跟亚洲人不太一样 那 你你如果到 到 伊斯兰的世界里面根本就不吃猪猪肉 所以吃猪肉世界上面猪虽然很很多 但是 吃猪肉的不见得很多 那这家叫做 史密斯菲尔德 他刚讲到了 他是美国的 最大的 养猪场 最大的猪肉的生产商 他在Virginia 然后的后面的这段的英文的 述述 他叫做 if functions as as a independent subsidiary of wh group of hong kong 他 呃 他仿 他运作 function as 好像呢 是一个 独立的 subsidiary 那 一家叫做 wh group 在香港的group 好那这家的叫做 Smithfield 公司 是美国的美国最大的猪肉的生产商 我坦白说 台湾如果开放美猪 这家叫做smithfield 我可以跟你说 他的刚刚讲的这家叫做wh 就说这家的 这个叫做smithfield 的这家的猪肉生产商 他百分之百的股权 虽然英文名字smithfield 这个羊羊羌羊调 他的他的生产 在美国 他的基地 Virginia 他生产的猪肉 非常多 全世界最大 他的股权百分之百 在香港的一家 叫做双汇国 国际 他的母公司 叫做万州国际企业 去查查看 在香港 他是香港恒生指 指数的指数 就说呢 就说呢被纳入到香港 恒恒指的股票之一 万州 这个万州 我刚讲了这个smithfield 全球全美最大的猪肉的生产 将来台湾会有非常多的猪肉 不可能跟这家smithfield 没有关系 当你知道今天全全世界掌控 全世界最大的猪肉的生产 产量跟交易量的 是这家万州国际 而 光是这个smithfield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细查但是光是这个最大的这这家smithfield 他在2013年的时候 应该是2013年吧 就已经被被这家万州国际的 百分之百的股权收购 换句话说你表面上看起来 如果你 进口了这个 叫做smithfield 这个全美国全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商 的猪肉 来到台湾 他背后是中中资 百分之百的中资 百分之百的万州国际 不要说现在香港今年7月1号以后 台湾都已经宣布了 把香港的当内地 就算是7月1号以前 你也必须要知道这个万州国际的母公司 母公司在河 河南吧 应该是在河南 他不只在 美国 他在亚洲 他在欧洲 他都是市场占比最高的 猪肉的生产商 跟贸易商 台湾开放美猪的时候 你要稍微的挑一下 如果你 听到中资就害怕 连 连阿里巴巴 连爱奇艺 都叫他滚 叫这些企业 连爱奇艺 连阿里巴巴 你都叫他滚 结果 你以为换那个英文名字 Smithfield 的猪肉进来就没有事吗 今天你只要开放美猪 背后 最大的受益者 一定是万州 因为全世界的猪肉交易 最大的 生产商 最大的 猪肉的控控制的盘 最大的贸易商 就是这家万州 百分之百的中资 开放吧 尽管快回头聊 当我不是说 这个我刚讲的这家的万州 万州 现在是 原来的这个在河南的叫做双汇 汇汇合的汇汇汇流的汇 双汇的这家的这家的国际的食品 他也是大陆 最大的 最大的猪肉 的盘商 所以你可以讲就是说如果说 为什么会注意 因为 你注意到前前两年 大陆一方面因为猪瘟的等等的关系 猪肉价格大涨 吃不到猪肉痛苦死了 我注意到这个双汇 然后这个双汇的是在 深圳挂牌 但是 这个双双汇 这个双汇 曾经把股权全部卖给一个 洋腔洋调的好像是外资公 公司 但是之后 又由这个万州国 国际出面 又把那些的全部都吃回来 然后在香港 借壳上市 就是现在的万州 他在亚洲份额最大在中国份额最最大在欧洲份额最大在美洲份额最最大当牛说哎那不是欧洲都不吃来个多班对 他表示 这家呢 这家 这家万州国国际全世界最最大的 最大只的 股价大 停牌 停牌 大概停了 停了一个多月吧 之后再重新的挂牌上市之后再撒跌停你就知道 在大陆今天对于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莱克多巴胺有 到底我们该怎么看好那今天呢礼拜一的时间了待会还有还有这个震惊龙龙凤沛 那待会呢我相信这我 我我我跟陈凤欣 我们大概对对这个议题呢会会在会在会在做一些更更专业的讨论 可是这个东西我已经准备了十多年 你一直盯着这个东西十多年 那这家叫万州的 OK 全世界只要你开放猪肉 这家万州的就决定你要进多少吃多少进什么吃什么 最大的利益 当然就叫万州反中反到这个样子 结果钱都被万州赚